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 1600新闻大白话 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 首先介绍今天的来宾 股市施工李永年 大家好 是 接下来是时事评论员朱学恒 各位都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其实今天我们刚才是在强颜欢笑 有点笑不出来 因为我们的劳动金星 帮我们赔了好多钱 可以请一下施工来 给我们大概解析一下 好好的剖析一下 注意 请注意 为什么我们的劳动基金 帮我们亏了一个人 亏了大概2万多块 总偷偷在9月份就亏掉了 749亿这么多 可是我们的政府没有告诉我们 还记得吗 他们报喜不报忧 过去曾经贴过这样的一个梗图 告诉我们说 政府刚刚帮你赚了1万元 每个人多了1万元 可是现在亏钱怎么不说 当然是这样子 报喜不报忧 对不对 我今天 譬如说今天我太太 叫我去做个事情 赚个钱回来 今天我赚到一点钱了 我当然说我赚了钱了 没有赚到钱的时候 我当然不敢讲 这怎么能讲 所以我们原谅他好了 原谅他 不过我们比较怀疑到 其实昨天我们也跟观众朋友 大概有剖析了一下 为什么可以在一个月内亏了这么多钱 现在有抓出有人涉谈 就是一个中阶的一个主管 游先生涉谈 可是这个是一连串的吗 很多人参与吗 还是只有他一个人是一个坏东西 是一个老鼠屎 我这样子讲好了 我把这件事情叫做制度杀人 你说 我们这样举个例子 今天我们养了一个毛小孩 我把他放在一个满是西沙的 这个房间里面 然后跟他讲说你不准吃 我当面他当然不敢吃 我门一关起来 你再过十分钟打开那门看一看 里面一定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 你不能说这个 你想想看 劳动基金一共有多少钱 4.4兆 我们不要说他有权利 控制4.4兆这个资金 就算他只能控制两兆的资金好了 他这个两兆资金 随便A一下就有多少钱 他一定会想 而且一定会有人来诱惑他 一定有人来引诱他 赶快吃 你不吃了以后就没机会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是制度杀人 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 一个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内控不好 内控有问题 内控有很大的问题 而且施工真的 心地非常善良 他说这是制度杀人 你拿了满屋子的钱去诱惑他 他真的很难不动心 这制度的设计不好 可是我知道我们其实 有做一些防范的措施 就是一些预警的机制 包括了 我这个基金的操纵 我们好像用投标 就是这个公开征求的方式 有七家业者 而且中间步伐是很知名的业者 去操盘的 怎么搞的 你已经分散了 还能搞成这样 这个我讲一个很简单 大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什么 这些的基金 它平常操作都很好 那为什么一代操就走了样了 是不是 为什么会这样子 很简单一个道理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是媒体报道的 就是这位组长 组长先生 他会下指导期 我在这边告诉大家 这个下指导期 师公我们先暂停一下 这个劳金局的官员 现在已经被这个应该是收押了 叫做油奶文 他在这里 那他就是那只毛小孩 就是被关在一个充满 这个稀杀诱惑的一个 这个房子里的油奶文 他禁不住诱惑 他真的是有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 据我们所了解 我们的劳保基金 还有国保年金等350亿 是委外代操基金 分别由安联投信 保德信投资 村野这个野村投信 国泰投信 统一投信 富邦投信 富华投信 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投信的公司 怎么他一个人 可以命令这七家 在市场上有规模的公司 都听他的话 一定要听 一定要听 对 你不听的话 下一次委外代操 还有没有你的份 没有 不会有了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 大家都认为说委外代操 就是这个全权可以操作 可是这业内的人士都知道 今天如果 我们不要说邮组长 或是任何一位在里面的人 在这个劳退里面的人 他只要打通电话跟你说 我们今天这个委外的 我希望你怎么操作 我没有在指导你 我只是希望你 能够配合我们一下 怎么去操作 这些基金的经理人 他敢不听吗 一定听 所以每一次 这个委外代操的 那个绩效都不太敢公布出来 还有今天这个劳动局 因为已经成了众矢之敌 很多民众都说 你把我们的血汗钱亏成这样 还要另外一方面 再叫我们多交保费 我们可不依 所以他今天就释出一个讯息 我们先来看看 他9月份公布的账面 是亏了749亿 10月 就前面10月又亏了441亿 这么多 可是他今天立刻 可能怕大家一直骂他 说不要着急 我们11月 今天才12月以号 他就公布了 11月我们的劳动基金 是大赚2300亿 逆转胜 逆转整年 有可能这样吗 这有没有鬼 有可能 这个应该不会有鬼 为什么我会说它有可能 因为11月 我们的加权指数涨了多少 你知道吗 将近10% 涨了9点多% 将近10% 好 那我们4.4兆的基金 那他如果赚个10%的话 是多少钱 赚了4000亿 应该是4000亿 对不对 所以赚2300亿 差不多了 其实还蛮合理的 那之前之所以会赔 我还要讲一个 就是说你看到了10月 他还亏了418亿 因为10月单月亏444亿 减掉之前少赚的一点点 22亿 对 还赔了418亿 可是到今年从1月到10月 0050赚了6% 他是赔钱的 可是0050赚了6% 0050也是个大型的基金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绩效 到底是差在哪里了 绩效真的很差 如果说一般的理专 如果是我个人的理专 你就不用来了 我一定把你fair掉 怎么可能让你这样 继续赔下去 对 不过我们再讲到这一个人 劳金局的官员 有乃文组长 据说三年前就已经发现 他跟特定的业者 往来非常密切 去喝酒 去吃饭 可是为什么 当初发现之后 没有去把他再继续 层层拨开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时候据说 有人想把他调到 所谓的风险控管组去 可是人事公文 走到了劳动部之后 就没有下文了 当时的部长 我们要问一下主打 当时的部长是林美珠 林美珠是谁 他是我们的蔡英文总统的 表姐 林美珠还有一个 网军头的儿子 对 所以这个 是不是有一点点 政治的背景在后头 或是后头有靠山 所以这个人 游先生当时并没有被就班 我们直接讲 这个这么重要的位置 而且他还违反所谓的 基金经理人的相关操守 是已经委外代操了 但他还跟他们指指点点说 你应该什么时候 这个有非常多上下其手的机会 我觉得合理的怀疑 大家提出来讨论 请监察院调查 或是检调调查 有没有用他当白手套 去套进获利养自己的派系 很简单 你有了一个这么内线的消息 他的操兵的能力很差 很差也就算了 但为什么他跟这些相关的人士 他代操之后 他的代操也很差 是怎么样有集体智商下降的能力 就好我今天一得标 糟糕我就变笨了 对 我们这样讲 这个代操成效很差 不一定是他们能力差 是你刻意让别人套利 你刻意说不好意思 今天我可能要卖出 有人比你先卖出 所以他赚走你没有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觉得大家要仔细思考的是 操守有没有问题 看起来一定有问题 但是谁袒护他 让他在这个位置上 坐了这么多年 甚至有人发现 他的饮宴有问题的时候 要调职的公文也被押 那赶快去查 不要在这边跟我们讲说 后来11月又赚了 就问一下 如果之前没亏那么多 你11月赚这么多 是不是我老保赚更多 真的 如果9月10月没亏这么多 我们老保基金 搞不好我们就不用再多缴钱了 就够了 对不对 光看11月就赚了2300亿 对不对 那当然是够了 可是像刚刚朱大哥讲的没有错 你知道吗 朱大哥 对 没有错 好 OK 这个尊称吗 好 他讲的没有错 你知道吗 就是说是只有他一个人 做这件事情吗 对 这是重点 对不对 他的这个得力的团体 我们讲的是一个团体 对 他不可能是一个人 一个人做这件事 而且我讲一个可疑的地方 他一个人 如果是他一个人做的话 他怎么可能只会A到 这么一点点的钱 他到底A了多少 现在还不知道 现在这个台面上讲的就是 他的存款有900万 900多万 刷卡每个月刷15到22万 对不对 刷了几年 对不对 加起来 我们通通通加起来 大概2000多万 2000多万 怎么可能只有那么一点钱 对不对 所以一定有很多的人 在旁边的人 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人 他们一定有得到利益 所以因为这些人 已经是利益团体了 所以今天要把中间这个主干 要把它抽掉的话 当然不愿意 对不对 而且可能不只是他们 在里面的人而已 在外围的人 他们的身份地位 一定也都相当的身份地位 所以这些的得力的团体 他当然不愿意他被调走 所以我们现在合理怀疑 他背后可能还有更多的人设案 可是这个东西 有没有可能最后只查到游先生为止 后面可能有更多背景更强 或者是更有利人士 就是查不下去 有没有可能 潘兵哥 我觉得到最后结果 应该就是这个样 因为照刚刚老师讲的 其实很明显的就是 因为这一个组长 你说他的官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他其实我们以诈骗集团 来比喻的话 他大概就是车手的 就是负责去拿钱的那一个 打电话的 拿钱的 所以他是负责在第一线 去拿钱 那个所以被抓到 那个就是你的安家费 是 就是这样子 那后面一定有更多人 更大的得利者 那目前是 这更大的得利者到底是谁 真的追得出来吗 因为刚刚朱大姐已经讲了 就是之前他把药被吊职 谁把他押下去的 是 那问题是现在为什么 你连这一个 有人把他押住都曝光了 为什么押他人名字没有曝光 是 我跟你讲恐怕是不会曝光 你知道 就是大家已经 大概都讲好了 这件事情你也拿了安家费啦 所以你到时候出来 警方问你 你就说你自己一个人干了就好了 那反正他也拿了2000多万了 是 这一种按着他进去 你觉得他会蹲多久 蹲不了多久的啦 几年就出来了 几年出来他另外再给他 一笔安家费 所有事情就搞定了 所以这样也满值得的 好几千万 当然值得 因为你想想看 昨天賴斯堡委员在这边的时候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也就是在野党一直在询问他们说 你们委外操盘 或是其他的这种操盘方式 你就算不能对外界全部公布 至少这些财经相关的 委员会的立委 你是不是可以密室告诉他们说 你们到底操办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他们跟房贼一样 好像一部房说 你们会不会知道 消息去内线交易 那问题是 你都会担心这些在野党立委 去内线交易 你自己更可能会内线交易 所以你要让大家知道才行 然后大家互相牵戒结束 那现在我就觉得很怪的就是 明明就是 刚刚老师也说了 委外的绩效一直是很差的 是 那你绩效一直很差 你还一直委外 你有病吗 对 你明明知道这个人 他不会做你还一直给他 那你到底有什么毛病 我想最后问一下老师 头顾见难道之前 都没有收到风吗 大家都不知道吗 你看老师脸上 有点怪怪的表情 好 媒体报道是没有 媒体报道是没有 可是你们私下 可能都有听到一些消息 风吹草动之类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权 就是当务之急 应该就是把这个整个机制 建立起来吧 要防摊 防止 对 没有错 我现在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有没有看过 像是这些投信的基金 你知道基金经理人 是被管得跟在这个监牢里面 做事一样 你知道吗 四周都是人在盯着他 是 你要今天要买一档股票 你要写个研究报告 写一份研究报告之后 还给上级的长官看 上级长官看完之后 还要交给内部集合看 内部集合看完之后 还要交给金管会 层层皆知 你今天会买这档股票 有一堆人在看你 为什么要买这支股票 好 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基金经理人 都还有出事的可能性 何况你看一下 在这个我们的劳退基金里面 他就可以打个电话 就跟他说 我现在要买什么股票 我现在要卖什么股票 他不用写报告的 所以刚才我讲制度杀人 就在这里 根本没有内控 是 这个制度杀人 要赶快把这个洞给补起来